1679年,皇宫为一岁的雍正举办抓周燕,老爸康熙身子微微前倾,好奇儿子会抓到什么?雍正不看旁边的金银珠宝,而是往前面爬,抓了一只不显眼的毛笔,他握着笔在空中乱画。 康熙看到后,命太监拿了纸和墨,天课后,雍正在纸上胡乱地写了个字,是,在场的大臣们都纷纷下跪,只因这个字代表的是皇帝的照例,和皇权有关,也就是说只有皇帝才能用这个字。 康熙也是一脸震惊,一岁的孩子连话都说不清,怎么就写出了这个字?难道这是天一吗? 但那个时候,康熙一心只想让嫡长子印仁继承大头,而且当时雍正的生母乌雅是非,地位低,只是个得贫,连非都不成,所以,他都没有资格亲自抚养雍正。 1675年,刚满周岁的印仁就被康熙封为太子,为了日后他能担当治国大人,康熙亲自抚养他,叫他读书,识字,骑射,稍大后还让他坚果。 这就减轻了康熙的负担,又让他获得了名胜。 其实老爸的寿命太长,导致他做了四十多年的太子还没有转正,他等得有点不耐烦。 而且其他皇子的羽翼也逐渐丰满,他有种危机感,于是他开始铤而走险,但此时康熙早就对他不满了。 1708年,康熙寻幸在外,命太子随驾。 每天,康熙收到十八皇子皇子病危的消息,心情十分焦虑,但太子却丝毫没有悲伤的样子。 康熙见死,认为他冷血无情,毫无做兄长的样子。 太子意识到康熙对自己的不满。 为了摸清康熙的看法,他晚上进去偷窥康熙的帐篷。 康熙知道后,怀疑太子会弑君杀父,于是他决定废掉太子。 但是太子被废后,朱阿哥争处越来越激烈。 为了稳固局势,康熙决定复卫太子。 不过,太子并未吸取教训,而是公开解党营私,和新夫们策划逼老爸尽早退位。 康熙很生气,决定再次废掉太子。 这一位太子和皇位已经彻底无缘了。 人称八贤王的印刺,甚至母亲出身卑微,一切都得靠自己。 为了吸引老爸的注意,他从小就忍辱负重。 努力学习,所以康熙很喜欢他的容忍质量。 除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外,他还琢磨康熙的性格,尽量投席所好。 每次康熙给阿哥们封赏,他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。 能和哥哥们一起封赏,说明康熙很重视他,也说明他很聪明。 而此时的四爷印针,也就是未来的雍正帝,还每个一贯半职。 八爷人缘好,与九爷,十爷,十四爷交情深,与朝中大臣关系好。 每次朝中有什么风吹草动,这些人第一时间去八爷府打探消息。 当大皇子得知自己与皇位无缘时,也会过来支持他。 可见,八爷的为人处事,是多么的高明。 所以,当康熙一废太子后,八爷就积极拉拢人心,精心谋划,引导他的追随者在康熙面前赞美他,推举他当太子。 康熙最讨厌接党赢四,好不容易铲除了太子党。 现在又来个八爷党,甚至比八爷党的戏还多。 这些王公大臣不仅举荐八爷当太子,还安排算命之人说八爷有帝王之相。 八爷的这些动作,出动康熙的敏感神经。 他还没死,这些人都全部倒向八爷。 所以,康熙痛骂他柔奸成性,忘序大志。 至此,八爷被踢出局了。 八爷党倒了后,最有希望接班的就是三爷。 四爷,十四爷。 其中,四爷和十四爷是同胞兄弟,但两人相差十岁,没有在一起长大。 再加上两人的性格截然相反,所以他们的关系并不好。 十四爷一直和八爷走得近,他脾气火爆,但性格直爽,很讲义气。 太子第一次被废后,八爷阴谋夺太子之位,而被康熙处罚。 十四爷主动为八爷说情,气得康熙要斩了他。 此后,他和康熙的关系一般般,也不怎么受康熙重视。 但八爷失事后,八爷党的人就开始为十四爷造势。 他们企图通过十四爷东山再起,进而获得大权。 所以,十四爷开始收敛自己的脾气,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,为他赢得了很多美名。 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康熙的耳朵里。 康熙再次留意这个儿子,于是,十四爷机会来了。 康熙晚年,准戈尔布多次兴兵作乱,康熙决定派皇子出政。 在众多的阿哥中,能担此重任的只有十三爷和十四爷。 当时,十三爷受费太子的时间的波及,被康熙圈禁了。 所以,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十四爷身上。 康熙任命他为福远大将军。 十四爷不负众望,打了胜仗。 康熙下旨夸奖他。 为了庆祝战阵的胜利,康熙还起早预知悲闻。 以留作纪念,这些举动都表明康熙很重视十四爷。 十四爷也意识到,康熙如此重视自己,真是争取皇位的好机会。 不过,可惜的是,康熙驾崩时,他还没有回京。 康熙走得突然,一照上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把皇位传给谁。 所以,雍正继位后,很多人都说他得位不正。 每天,康熙在畅春园并威。 三天前,他派雍正去天坛,代替自己几天。 这时,他身边有三爷,八爷等其他皇子。 官方的说法如下, 处时,吉凌晨一到三点,康熙赵四爷应征回畅春园。 一时,吉凌晨三到五点,康熙召见皇子们和九门提督龙科多。 不过,文武百官只有龙科多一人在场。 康熙就是当着这些人的面, 宣布把皇位传给四爷。 此时,即上午九到十一点, 四爷回到畅春园后。 先后三次探望康熙, 但令人奇怪的人。 康熙竟没有对他说继承皇位的事, 而且其他人也没有跟他说。 虚实,即晚上七到九点, 康熙驾崩。 龙科多宣布康熙遗诏。 这时,四爷才知道自己成了新皇帝, 登场就哭晕在地。 但是皇位继承权的重要证据是出自雍正朝的, 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雍正伪造的遗诏。 而且他们还认为大家都知道四爷要当皇帝, 但当事人却是最后一个知道。 这太不合理了。 也始终, 关于雍正继位之事, 有四种说法。 第一种说法, 康熙遗诏中, 原文是镇十四皇子, 即继承大统。 雍正事先知道遗诏的内容, 便偷偷来到长春园。 先誓服杀君, 然后将十字改为弟子。 第二种说法, 康熙遗诏原文是传位十四字。 由于康熙把遗诏交给龙科多保管, 而龙科多是雍正的人, 他是先把十字改为余字, 而且他还有意隐藏康熙遗诏十四爷回京的圣旨。 所以雍正才顺利继位。 第三种说法, 十四爷的名字印针, 针的繁体为针和四爷印针的针。 这两个字外形相似, 发音相同, 雍正提前在宗人府的御碟上动了手脚, 把印针的名字改成了自己的名字。 所以他取而代之, 当了皇帝。 第四种说法, 康熙原本看不上雍正, 但是他看上雍正的儿子, 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。 为此, 康熙很伤脑筋。 于是, 大臣方包说, 汉皇孙, 一个好皇孙, 可保大清三代盛世。 所以雍正复平子贵, 顺利登基。 从雍正小时候的抓住来看, 似乎他是天选之人, 但这只是一个传统的习俗, 没什么科学依据。 我认为从当时的情形来看, 雍正纪委是合法的。 康熙看到自己没多少时间了, 再不制定接班人, 一旦他去世就会造成江山动荡。 也许, 康熙心中的人选是十四爷, 但十四爷远在千里之外, 一时半会回不来。 而他在赶回来的期间, 主皇子还是会再次争夺地位。 而且康熙知道十四爷是八爷党的人, 倘若十四爷真的继承了皇位, 那么皇权肯定会分割。 皇权不集中, 江山社稷就不闻。 最终, 康熙选择了四爷印针, 虽然不是他心目中的选择, 但在当时来说是最优的选择。 雍正在位十三年, 把康熙留下的烂摊子, 全都处理好了, 还给乾隆一个国储充盈的王朝。 可以说雍正延续了清王朝的寿命。